我們今天其實已經 不是第一次在內政部 前面開這樣子的記者會 那消防員開始去揭露體制的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回溯到 三年前的831遊行 831遊行當時我們提出的訴求 是消防員的人力不足 工時過長 還有專業分工不落實 導致我們非常非常多的消防員 他的訓練時間和休息時間都被排擠 然後一個人可能要肩負兩三個人的工作 親戚朋友有沒有小孩子是在當基層消防隊員 你能感受他們在火場中那種無助嗎 人不夠裝備不夠 但是我們卻要硬著頭皮進去 如果是你的小孩 你忍心讓他這樣進火場嗎 這一次的復興空難 我又看到一個訊息是說 有可能是由過牢的機師 駕駛的飛機 然後由我們過牢的消防人員到現場去搶救 接下來送到一個過牢血汗的醫院去做急救 最後是有過牢的記者們報導 那我想問台灣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消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兩年為什麼會死掉19位弟兄 去年9月1號我在凱道上面 我念了108位殉職同仁的名單 現在這個名單又增加了 而且增加的是一次帶走兩位我的最好的朋友 我最好的同學 我真的搞不懂 消防署為什麼要用一個很漂亮的數字 明明是缺了一萬五千人 你為什麼要說 我們只有缺三千人 用這個漂亮的數字跟外面的人講 也欺騙我們的弟兄 這個不是中央真的無能為力的問題 因為其實如果說是九一的話 你也自己鬆口說你可以補到三千人 那我們就會想問說 那為什麼你可以補到三千人 但是你不可以補到更多呢 然後第二個是說 我們認為消防署應該要建立一個 災難現場的搶救人力配置標準 也就是說我現場的救活的時候 我到底需要多少人力 我是不是需要有安全觀 去幫我去確保現場人 到底什麼時候進去 他的氣瓶量多少 我是不是要有指揮官 我進去一條水線 我要有多少人 或者是我要有多少搜救手等等 你要建立了這個人力配置的標準 你才有辦法去監督 各縣市的地方消防局 到底有沒有去落實救災火場的安全的 那些制度的完善 所以我們在人力的部分 針對消防署 我們是提出第一個 你要提出具體補足人力的計畫 第二個你要建立災害現場 搶救人力的標準 那剛剛那個理事長也有提到裝備的問題 那裝備的問題 全台灣現在我們認為要補齊消防員的個人裝備 跟每個分隊的熱險上移的話 我們至少要15.5億 那目前消防署只有提出1.2億的經費的邊列 甚至這個只是他提出計畫 還不確定會不會執行 所以這個對基層消防員來講 是一個非常危險 我們甚至沒有辦法真的完全期待的一個承諾 所以我們認為你第一個 就是要提高這些邊列的預算 第二個 也是我剛剛說的 你必須要建立一個裝備檢查 定期裝備檢查 汰換補充的制度 確保基層消防員 每個縣市的 都可以在每年 可以去確保他的裝備是屬於堪用的狀態 去年在9月1號 我們在上凱達格蘭大道之後 內政部他原本承諾我們說 他們將在明年編列6億的預算 要讓全台灣的消防隊員 都有一套消防衣 如果大家有去follow到這個訊息的話 我可以跟大家講 這件事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們的長官 他們根本在呼嚨我們 他們根本在拿我們的命開玩笑 拿我們人民的命在開玩笑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但是我的弟兄明天就要公祭 名單裡面有三個 有三位 是我每天朝夕相處的弟兄 兩位 是新進人員 只有兩個多月的資歷 我不知道各位 各位怎麼看待這樣的事情 當我去上鄉的時候 我六位弟兄我跟他講 我今天我一定會站在這裡 你們走了 你們走了 剩家的事情 我來替你們解決 大不了這份工作不要 你們可能不曉得消防有多黑暗 那沒有關係 這六位殉職的弟兄有三位 現在各位 現在各位也再也見不到他們 我們在醫院急診室的時候 我們看著家屬的表情 我都在想哪一天會是我 今天我能夠站在這邊 生日也不用快樂 也不用快樂 因為六位弟兄 替我們殉職 讓我有機會活在這裡 因為其實我在一百年一年 我就已經提出這樣的訴求 但是長官不曉得他在幹什麼 我們署長我去看了一下 他九十九年就在消防署 幹署長 幹到現在 我不曉得他做了些什麼改革 人力從來沒有補充過 裝備也沒有補充過 什麼時候要補充 就是要死人的時候 每次死人的時候 他還是躲在裡面 外勤人員 各位媒體朋友你們要知道 我們香港人員六十秒之內就要出勤 夜間的時候 九十秒之內就要出勤 試問誰能做得到 我們現在請署長打電話給他 我們給他三十分鐘 他也沒辦法到現場 他到底在幹什麼事的 我到現在我還搞不清楚 香港署在幹什麼 消防署承辦的業務 消防人員的裝備 人力公使 還有消防後面的 這些專職技師 全部都出來抗議了 那你這個署可以廢了吧 因為反正你管的沒有一個人 滿意你的 為什麼要 為什麼還要需要成立這個消防署 天怒人怨啊 這是人命啊 不是開玩笑的東西 結果 你卻都躲在後面 躲在這些警察的後面 當你的太平觀 這種署長我買養者 誰不會當 我希望消防署這些長官 真的可以用心 好好的去面對這些家屬 解決山後的問題 好好的面對未來 消防要走改革的路 謝謝大家 那你可以針對我們要補足人力跟裝備的部分 就是有回應嗎 各位的訴求 補足人力 充實裝備 評比的檢討 跟這個 基層參與 我們都聽到了 我們願意跟所有的消防同仁坐下來溝通 先承諾 願意補足人力 剛剛各位的說明跟數據 很多都是我認為是有錯誤的 我們願意跟各位 在哪裡 宿長在不在 溝通取得共術 我們可以看到 你看 每一次 副主長 我覺得這樣子 你不要再質疑我們的代表性 我覺得 你們可以坐下來好好的談 你如果真的要談的話 你要處理的話 你的承諾在哪裡 你的承諾在哪裡 願不願意支持相反改革 各位的訴求 在哪裡 副主長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署長到底在哪裡 我覺得消防組 如果今天站出來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 一萬三千名的消防員 站在這裡 所以你就質疑我的代表性 那我要問你 各位的訴求 各縣市消防局 憑什麼代表我們消防員 各位的訴求 這只是員工促進會的訴求 事實上 是從部長 署長 到所有消防同仁 全部都會打壓而已啊 所以你們 裡面丟齁 這個象徵耗材的手套 我們拒當耗材齁 我們要的是尊嚴 所以我們今天也要把 我們也要拒斥這樣 把我們當耗材的 內政部消防署 所以我們要把這樣的手套 丟進去齁 國喊123 我們就把這個寫手套丟進去 來告訴內政部消防署 我還有告訴這個政府齁 不要把消防員生命當耗材 拒當耗材 拒當耗材 我要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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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當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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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尊嚴 我要尊嚴 一 二 三 有打錯啊 消防難免該殺 抄光還敢卸拒 小燒 夢趙 結束 三 早 於是 雨 我的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